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气候变迁几乎每一天都会触及这个正在发生中的状况 而现在我们要看的是气候变迁 带来的动物 昆虫 植物都被冲击 而且出现了很大的迁徙 墨西哥出现热浪 所以大量的吼吼活活被热死 智利发现国家保护区的红鹤数量 比起两年前大减 开始在他们身上装上卫星定位器 试图追踪这群粉红胶客的去向 我们来看一下气候变迁 对于动物带来的各种冲击 无动着粉白色羽毛 大批红鹤在海滩上自意翱翔 以往这群粉红胶客都会在厄瓜多 秘鲁 智利及巴西的温带生活 但最近一群智利科学家发现 因为极端气候影响 国家保护区的红鹤数量 比两年前少了许多 因此他们在鸟身上装设卫星定位器 试图了解他们的迁移生活模式 为接下来的保育计划做准备 因为异常高温 墨西哥沿岸的塔巴斯科州特科卢蒂拉镇 也传出大量吼猴死亡 虽然居民抢救下五只幼猴 送往医院救治 但已有83只吼猴惨遭热浪夺命 同样受到极端气候影响的还有埃及风农 虽然截至去年为止 埃及的风箱数量曾达到200万个 蜂蜜出口量也占全球的25%以上 但因为新冠疫情 乌恶战争与气候变迁等天灾人祸延烧 导致今年风群数量锐减 大批风农难以为之生计 被逼无奈出走 在无情的战火下动物园里的动物也同样伸瘦 冰灾所苦 随着乙军开始对拉法进行攻击 在哥马家族经营的私人动物园里 大批动物也开始跟着逃难到新的庇护所 动物园老板法帝哥马表示 希望有关当局能够帮助他们疏散剩余的动物 好让他们不至于饿死或被炸弹炸死 职务也面临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由于受到河川海岸工程污染及海平面上升影响 在1980到2000年间 全球消失的红树林比例高达35% 每年消失的红树林面积更超过28万公顷 科学家因此警告 红树林锐检将使沿海国家居民难以防灾 生活面临极大威胁 面对严峻的气候危机考验 全球各国也都在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但国际海洋法法庭近日仍提出质疑 表示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 并不足以保护海洋生态 世界各国都有义务采取更多环保行动 救地球 守护海洋生物棲息地 全球暖化导致海水表面温度上升 美国国家海洋舰大气总署表示 全球正在经历第四次大规模珊瑚白化 从2023年2月至今 已有超过62个国家与地区发生珊瑚白化现象 且在过去一年间 世界上约有60.5%的珊瑚礁 经历了白化程度的高温 如果之后夏季海洋继续升温 亚洲各地及墨西哥 加勒比海地区 与美国佛罗里达州附近的珊瑚礁 可能会进一步白化 TP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